这个大胡子抬起猎枪 敲打着车窗 车内的女孩被吓得瑟瑟发抖 不停按着喇叭 与此同时 女孩的父母听到求救声 他不得不从车上下来 白人眼神邪恶 死死看着女孩的同时 女孩的父亲跑了过来 他求救 母亲则带着另外一个孩子 回到帐篷内 但这短短的一分钟 女孩的父亲就被击晕 两人架着女孩准备离开时 母亲及时赶到 疯了一样扑向白人 两人撕打在一起 女孩转头就跑 一声枪响 女孩停住脚步 转过头 看着地上的父母 他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安排 一家三口被绑了起来 白人抬起女孩 怼在车上 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 女孩害怕极了 他们被绑在树上 白人在女孩的手机中 发现了那个婴儿 母亲摇头并不准备告诉他们 大胡子将一罐啤酒 放在男人的头上 递给白人猎枪 让他开枪打掉罐子 白人原本只是有一些洁癖罢了 没想到大胡子 居然想要杀了这家人 白人抬起猎枪 瞄准 他开始有些紧张 男人也吓得无法平静 一拉罐从男人的头上落下 白人直接不耐烦了 他故意射偏 一枪射死了男人 下一个是女人 他不想顺从 被大胡子一巴掌打晕 第一枪并没有射中 第二枪是白人的 一拉罐被击落 大胡子不服 抬起枪 依然没有射中 被白人嘲笑 大胡子也不耐烦了 再次开枪 直接射在女人的胸口上 很显然这家人都死了 下一步 他们必须找到那个婴儿 将他们埋在一起 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 这时的孩子 正孤身一人走在深山中 痛苦的寻找着母亲 一对情侣 在深山的土路上 发现了一名将死的婴儿 男人俯下身子 仔细听了听孩子的心跳 还好 他还活着 抚摸一下孩子的头 嘴唇还在咀嚼 女人迫切的想知道 孩子的父母在哪里 男人说 快去拿一些干净的水和湿毛巾 女人立刻行动 可怜的孩子只有四个月大 杰克想要叫醒他 然后两人抱着婴儿 将他放入车内 突然 一辆白色汽车停靠在他们身边 走下一个白人男子 表情极其伟善 看了看孩子 他主动开口 要求男人陪他一起下山 来搜寻孩子的父母 为了孩子 他们勉强答应 随后 男人拿出猎枪 两人很奇怪 他继续说 山中有很多野兽 而这里没有信号 必须带上枪 两个男人走了 只留女人独自等待 突然又来了一辆车 停在女人身边 同样下来一个男人 同样很绅士的问候着女人 女人见有人来了 马上告诉他 自己经历的一切 和捡到的婴儿 与此同时 杰克却突然驻足 瞪大了眼睛 面前竟是一个被捆绑的女人 已经没了动静 杰克赶紧扒开他嘴上的胶带 女人好像要说什么 后方的白人 却紧张的靠近 突然拿出猎枪 对准女人 女人面露惊恐的同时 被白人一枪射死 此时光子也听到枪声 大胡子转身离开 光子的第六感告诉他 马上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转头回到车内 只见大胡子拿出猎枪 光子锁紧车门 大胡子走向前 敲了敲车窗 让他打开 光子并没有顺从 大胡子猛的一把击碎窗户 光子拿出匕首 一下砍去 大胡子疼的收手 鲜血不停的流出 光子抱起孩子 趁大胡子包扎的空闲 赶紧逃跑 大胡子放出恶犬 让他去追 与此同时 白人这里已经把杰克吓坏了 他不知道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突然起身 一把将白人推开 逃之夭夭 杰克和光子 疯了一样穿梭在丛林里 大胡子正在仔细的搜寻 转头望去 不争气的恶犬 竟和野猪玩了起来 他只能继续追 杰克趁机躲在山坡下 看着白人在搜寻自己 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突然 丛林传来一动 白人一枪射出去 但走过来查看 居然是自己的队友 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坏了 是光子来了 光子努力掩盖孩子的哭声 他惊恐的转过身 一把猎枪正对准他 这个女人被吊在树上 被一根猎枪顶住 枪管渐渐划过他的身体 此时的他万分惊恐 但他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这个恶人 正以此调来女人的男友 然后杀了他 就在前几天 他刚刚杀了一家三口 恶人见没有效果 大骂着解开绳子 放下女人 他开车带着女人去找他男友 女人不顺服 开始反抗 慌乱中 车撞停在树上 天黑了 两辆警车上了山 是男友喊来了警察 他们紧张的搜寻着 女人醒来 奇怪 恶人不见了 他想努力的解开绳子 但怎么也解不开 突然 他看到闪烁的警灯 便赶紧开灯 企图吸引警车注意 果然男友发现了他 男人想赶紧下车 所以被警察拦住 他要先去查看 两名警察下车靠近 没错 是女孩 突然 警察的头被一枪打穿 女孩吓得大叫 另一名警察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枪射倒 男人想开车逃跑 突然一枪 玻璃打碎 他胳膊受伤 恶人靠近他 与此同时 女人拖开绳子 下车躲起来 卑鄙的恶人 为了引来女人 竟指着男友开始倒数 男人大喊着 让女人别出来 恶人正要开枪 女人还是出现了 男人既欣慰又无奈 恶人让他们在前排 自己在后排 他要毁尸灭迹 突然女人开始加速 车速飙升 恶人大喊着 女人故意拐弯 汽车直接翻倒 过了许久 车门缓缓打开 是恶人 他还没死 女人也下车了 恶人想拿枪 女人猛推车门 把恶人撞倒 恶人想去构枪 女人用尽所有力气 死死按住他 女人拿起石头 带着满枪的愤怒 重重砸向恶人 一下 两下 三下 恶人被打死 太解气了 是的 世间本有善恶 但恶人 终自食恶果 我是大聪明 咱们下期见